昨天大雨造成了高坪地區 有多處積淹水 高雄市政府表示 積水的原因是部分地區 在十分鐘內降雨 超過了排水設施的保護標準 後續會做通盤的檢討 車子開在平面道路上 就像在開船 因為積水大約四分之三個輪胎高 讓馬路變成水路 現場在三明區九如路 國道北上紮道 紮道口一度封閉半個小時 高雄市三明區鳥松區附近的本管路 積水最深 大小車都拋錨在路上 交通一度大打結 而鳳山區的鳳林路 東福街的柏油路 也因為管線水量暴增 人孔蓋往上衝破路面 造成五公尺長 三公尺寬的崩塌 緊急拉封鎖線管制 因為上班時間車流量比較多 所以就規列的範圍就越來越大 昨天這場大雨 造成高雄市四十二處積淹水 大約上午十點鐘左右陸續退去 水利局表示 部分地區十分鐘內降雨 已經超過排水設施的保護標準 而市長陳其邁 也緊急取消北上的行程 連跑四個行程勘災 市府想針對雨水下水道側溝 做通盤檢討 想出更好的改善辦法 但是氣象局預估 南部的雨勢恐怕持續到星期六 也讓民眾有些憂心 就怕短延時強降雨一來 又得重演家園泡水的噩夢 而平東縣東港鎮低窪處 也有名宅积水 整間房子都泡在泥水裡 最深處達到成人的小腿肚 民眾說過去從來沒有積水這麼嚴重過 懷疑是一旁的施工工地 沒有將池裡的積水抽光 又碰上短延時強降雨而導致 後續只能等天氣放晴 才能好好整理 記者王柔廷 許正俊 中建剛綜合報導